我掉了現金七十八萬 掉了現金 對 妳怎麼掉的 就坐公車的時候 留在公車上 女子好著急 身懷巨款搭公車 人下了車 錢卻沒帶走 坐哪一路公車你知道嗎 我們直接載妳去總站 直接找他們站長處理 公車就從面前開走 女子找上玻璃是大人 急得快 哭出來了 不要這樣想 人都會掉東西 你下次再緩解我的緊張 當然啦 員警一邊幫忙聯繫 還一邊安撫女子情緒 先到總站確認公車位置 接著半路攔車 有嗎 有 找到了 妳數一下 馬上數 對啦 好了 好的結果 七十八萬紙鈔一毛都沒少 真的是謝天謝地 事發在台北市內湖區 當時女子帶著七十八萬現金 搭乘內湖幹線 結果一時糊塗忘記把錢帶走 還好警方即刻救援 那這個錢它是放在牛皮紙袋 遺留在公車的座位上面 玻璃是大人火速處理 女子找回要給公司的七十八萬 總算可以安心過個好年 記者張正銘 陳玉璇 台北報導